鍾樹根議員 多謝主席 我個人支持司長這份報告 還有希望都是特區政府 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的解釋 和決定去制定我們將來那個 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但是在你的報告裏面 尤其是第12段你自己都提到 有相當一部份的市民 都是對於公民提名 或者是沒有篩選的 所謂沒有篩選的普選 就是那個要求很大的 那這些難言不切的政治訴求 其實都不是始於今天 這些都是我們香港幾十年來 一個結構性的政治的分歧 是都幾難解決 那麼你在14段的那裏 就講到說你會有勇氣和智慧 在這個合宅的政治 那逢之中取得最大的共識 那麼我想問師長 你是否這些說話都是一些政治口號呢 因為你有一個實質的方法 去尋求最大的共識 去調解到我們彼此之間的矛盾呢 多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 正如我剛才說過 要實現到普選行政長官 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所以當我提到我們必須有勇氣和智慧去尋找最大的共識 這個我們是包括在座各位 我們都需要大家很務實 很冷靜地坐下來 去為香港的政改籌謀 所以在這個工作中 我真是熱切期盼 儘管我們交了這個諮詢報告 在由現在到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這個決定之前 繼續與在座各位的議員 有緊密的溝通 希望透過我們的溝通 可以將我們的分歧稍微去收集 是不是可以完全找到共識呢 當然這個我今天不能夠有這個奢望 但是我們必須要繼續盡這一分的努力 主席 周樹根議員 我覺得司長 你不應該拋個球給我們 你作為司長 作為特區政府 你應該是去怎樣尋求一個辦法 有效管治我們這個特別行政區的 我們特別行政區出現這些問題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去解決 但是你作為政府 你就是應該要想盡辦法去解決的 就是你就是希望我們 我們跟旁邊那些是沒有辦法談的 就是一定是對立的 現在是政治的 我們這個政黨 我們是建制派 他們是反對黨 我們很難去共識的 但是你作為政府 你應該是用你們的智慧 你們的方法去調和這些矛盾 去尋求共識的 那麼你告訴我們 政府是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多謝主席 謝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 如果中議員認為 跟某些議員沒有辦法談 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會分開談的 但是我是問你 你是不是跟他們沒有辦法談 即表示也是 政務司司長 我相信 由我們未去到這個關係 我相信 絕大部分本會的議員 都希望繼續談 我亦都留意到有些議員 最近的發言 亦都是希望 繼續能夠有這個溝通 希望能夠找出一條路 讓我們一直走到去普選這個目標 主席 我最後想問一下司長 你們有沒有信心 去做好這個工作 做好這個 落實好這個基本法 和中間政府交托來的任務 司長 我在發言那裡 都已經說了 現在是有不少的分歧 我的意見 亦都是南沿北撤 所以 信心是不足夠 但是誠意 希望可以踏足 就會繼續努力 和各位議員 和全港的市民一起談 因為在座各位議員 我相信 都很重視民意 如果市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訴求 在這五個月 他們表達了這個強烈的訴求 希望見到普選行政長官 我相信在座議員 都會認真考慮 去滿足市民的訴求